哇,好多萝卜刀啊 怎么会有这么多萝卜刀啊 各种型号都都有 但是今天是要开萝卜刀小卖部吧 你也太没见过世面了 这一天萝卜刀,我家多多试呢 今天要来挑战改造萝卜刀哦 你们每人可以在这些萝卜刀里选择两把进行改造 最后改造的最好看的可以获得5000元的萝卜刀奖金 赶紧来试试吧 5000块钱啊,就是改造的萝卜刀吗 放心,我改造的肯定最好看 这下肯定一定拿到小兴啊 哼,想着没 既然改造的话 那我要选一个大的萝卜刀 再来一个正后的 那我也要一个大的 再来一个迷你的 宝贝们,先来看我是怎么改造我的萝卜刀的 这一次为了轮行家家 我可能吃这次买四包钻石哦 把钻石和萝卜刀结合起来 他们就会战成超小的钻石萝卜刀 先来粘这把巨型萝卜刀 每种的是粉蓝两种CP色 另一种的部分粘蓝色 底色的部分粘粉色 先来粘蓝色部分 哇,每一颗都超傻 这么大片的辉色 粘起来工程酱酱不小啊 咱先涂上浇水 除菌以后就可以开始粘咯 小伙伴们 粘钻真是个又费眼睛又费手的体力活 刚粘一会 我就有点头晕眼花了 但是看到萝卜刀表面被一颗颗钻填满 又感觉非常解压 还很有成就感 不过想要把每一颗钻石都非常整齐的粘好 真的很难 有的地方一不小心就会粘得歪歪扭扭 所以粘钻其实也是一门技术活 太不容易了 看在我这么努力的份上 屏幕前的你 能帮我点颗小红心吗 这第一面总算是粘完了 整整粘了我三个小时啊 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logo 咱们来把它给添成绿色的 把小logo都粘好了 现在我们来粘侧面吧 宝子们 正面有的地方粘的不是太整齐 这侧面我必须给它粘得非常整齐才行 我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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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肯定想不到 就光是一个侧面 就粘了我两个多小时 粉色部分已经粘完了 果然 瞬间萝卜袋就变得超傻 现在我们再粘粉色的部分吧 哇 这件粉色的钻石也好好想要 我让粘可以 给它粘 宝子们 粉色的钻真的太好看了 所以粘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累 果然小仙女们都是喜欢粉色的 两粉刀我天然臭啦 下来咱们再来把侧面全部粘上 此时此刻距离刚开始粘钻 已经过去六个多小时了 没想到一把萝卜刀竟然粘了我这么久 不过还好 粘完侧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所有的部分也全部粘完了 这应该是球网目前最闪的萝卜刀了吧 那好萝卜刀章来了 咱们再来粘真好萝卜刀 对好萝卜刀咱们就来粘 绿色加粉色连续连火吧 听到它飞不来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否则了真好萝卜刀章来了 没想到粉色和绿色搭配起来 也很好看啊 怎么样这两把萝卜刀人看起来是不是特别惊的 这次啊我肯定能打败佳佳 想打败我 这做个梦 不过我才不要想会不会那样费力呢 粘个算竟然粘了15个小时啊 我想到了一个超级简单出效果的方法 嘿嘿嘿 这两个玩意也是24K纯金和纯银颜料 把它能吐在萝卜刀上 那不就是纯金萝卜刀 和纯银萝卜刀的吗 这样改刀完以后 一看就比贵贵的值钱光了 马上开搞 拿上头刷子啊 倒上颜料 开涂 哎呀妈 我是不是倒多了呀 怎么涂不均匀啊 没关系 这只是第一遍 反正还得多涂几遍呢 等我的成品出来啊 你们肯定会惊呆的 现在第一遍已经差不多干了 咱们再来涂第二遍 这一遍可就得涂得精细一点了 好了第二遍也晾干了 结果侧面看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瑕疵啊 没事 接下来咱们再来上第三遍 把这些刚才没救度的瑕疵 转给它折起来 这遍图完啊 应该就没问题了 三遍图完以后 这一把萝卜刀 已经变成了一把纯金萝卜刀了 看起来就比贵贵的钻石刀闪多了 现在我要来把这把迷你的 DLV成一把银色的 搞定了小伙伴们 三遍已经完全图完啊 一把金色一把银色 这两把应该是全我最初的萝卜刀了吧 你们觉得是我的钻石萝卜刀好看呢 还是家家的金萝卜刀好看呢 那当然是我的好看啊 我的天哪 有个小伙子 收到了一个巨型金便便 打开发现是一只会拉臭爸爸的狗 把小狗拉的爸爸剪开 竟然掉出了一枚价值万元的金元宝 真的太神奇了 不是吧 居然还有这种巨型金便便 里面竟然还有婚了臭爸爸的小玩具 最主要的是 这拉出来的爸爸里面还有金人宝呢 真的是带了一股了 不行 我也给你拿两个金便便回来试一下 马上再办 我怎么回来 你都怎么是粉便便啊 这种花一块钱在门口小白不买的 这么便宜啊 这两个金便便可是花了我99块钱的 难道我这个是盗版 打开一下呢 里面有个狗东西就知道了 我他妈先来看我的一眼粉便便 划了他 我看他 开心 这不是花日期吗 竟然来穿了一个粉色的小裤子 他长得也太萌了吧 眼睛里还是小星星呢 他竟然还会窝窝窝窖呢 再来看看第二个便便是什么小狗 真的 打开 竟然是八个犬 他的眼睛也超闪啊 耳朵还挺小呢 长得还褶褶褶褶的呢 这两只小狗也太开奥了吧 不知道我的金便便里能抽到什么样的小狗呢 给你来抽抽 出来了小狗 他不是跟总理的一样吗 是一只蓝眼睛的哈士奇 他的毛毛布鲜还软糊糊的呢 再来看另外一只便便 这里面会是什么狗呢 哇 三点糟糕 天呐 这个八点糟糕的耳朵也太大了吧 狗云生总是小三点 还穿了粉色的小裤子啊 哈哈哈哈 他竟然也会掉哎 四个小狗都开软了 现在咱们推荐小狗来试一下 他们会不会拉便便了啊 先为为哈瑞奇吃小狗 塞到他的嘴里 哇 他这么敢吃啊 可是他也没拉便便啊 让大家试试我再画日期 把小狗给他喂进去 他来打了一个宝格 但是他也没拉便便啊 难道是半年狗和八哥 是要快拉便便吗 这年狗乖乖 一定会好吃的 我来个吃根小狗都 哇 他吃得好香啊 哎 他怎么感觉 我都吃了一年狗狗的呀 啊 爸爸 这爸爸和视频里的一模一样呢 还带着小表情啊 既然你能拉爸爸 那我就再为你一个小骨头 吃吃吃 果然又拉了 你这也太能拉了吧 不是吧 还真拉了 可为你跟八哥学的试试一下 看能不能拉便便 给你来个蓝色的小骨头 太拉了 这么大一堂 现在这个已经有三个表面了 快解开看看 里面有没有决定网 这个宝字会 我们现在正在参加西瓜普雷的打仿赛活动 点击我们主页西瓜普雷的家庭王 就可以为各位我投票了 团队跳的方法又很多 给视频评论 发弹幕 点赞 都可以 观看直播也可以获得票数 银元每天有100多张票可以投呢 宝字们一定要记得投给我吧 每天都要来投哦 先来点半年狗拉出他的便便 我剪 银 呃 这看起来啥也没有啊 里面果然是空的 再来点开半年狗的第二个便便 银 我银 啊 叫出来一个东西 他是银座的呢 这边不会是不是 银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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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一枚纯片银的银元宝呢 一看来这海银量就失足啊 咱要转大哥钱拉的便便 你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银元宝呢 银 银 啊 又叫出来一个东西 啊 这银元宝也是银元宝 他就是银元宝太大呢 银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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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比银元宝大一圈 但是我的银元宝比较厉害啊 这里边满黑银元宝